8月7日,加拿大运动员爱丽桑·纽曼·雷森努曼在帮你奥运的称赶跳决赛中 以4.85米的优异成绩刷新了全国纪录,并获得铜牌 这让她成为加拿大首位在此项目中获得奥运奖牌的女性 这一具有里程碑易的成就令纽曼兴奋不已 她在法兰西体育场上热情地跳舞庆祝 这段充满活力的庆祝片段随即在网上疯传 吸引了大量关注,纽曼的运动生涯已有10年 但她曾在2021年东京奥运前经历了一次严重意外 她在酒店浴室滑倒,导致脑震荡,并留下了持续的影响 尽管如此,纽曼没有放弃,她始终坚持不懈地训练 告诉自己切善未结束 最终在巴尼奥运上再度证明了她的实力和决心 除了在运动场上的表现,纽曼也活跃于社交媒体平台 如Instagram和TikTok 她经常展示自己健康火辣的身材 此外,她还经营着一个OnlyFans频道 每月订阅费约为13美元 在这里,她分享了许多个人生活照和独家内容 吸引了大批粉丝关注 目前,她已经在这个平台上发布了数百张照片和多段影片 拥有相当多的追随者 比赛结束后,纽曼在OnlyFans上留言道 我做到了,很自豪能够为加拿大赢得这枚铜牌 并打破全国纪录,我仍然感到充满能量 为了感谢粉丝的支持 纽曼还预告她可能会在离开巴黎前 为粉丝们准备一些特别的惊喜 与大家分享她的喜悦 大家对这位运动人有什么看法 都欢迎留言讨论 感谢收看Main News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导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